10月20号 首届世界航商大会在香港举行 大会由在港央企招商局集团牵头创办 并携手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 国际航运工会 香港传东会共同举办 以互利共生 连接未来为主题 旨在促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在香港落地实施 充分发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并致辞 他指出 航运业作为基础性 先导性 战略性和服务性产业 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希望香港以本次大会为契机 进一步发挥航运要素极具的优势 在促进全球航商沟通交流方面 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香港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航运业高度发达 特别是航运金融 保险 法律等实力雄厚 这其中包括招商局集团和中沿海运集团等国内外航运企业 机构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交通运输部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香港巩固 和提升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尹宗华 出席大会并至此时表示 国家十四五规划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 明确提出要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香港航运业只要找准发展方向 加快转型升级就一定会迎来辉煌的明天 香港行业有背靠祖国的市场优势 有连接世界的区位优势 有系统完善的专业服务 还有不断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只要把好自身的功能定位 找整发展方向 加快转型升级 就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也为全球航运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庙建明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并致词 他表示希望通过搭建世界航商大会 构建更加公平 更有效率 更具韧性 更为绿色的全球航运新生态 We hope that the World Maritime Merchants Forum can provide shipping practitioners a place for discussion a set of mechanism fo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and a community that focuses on consensus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a platform for pragmatic cooperation Together we can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harmonious shipping ecosystem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global shipping industry 据起 世界航商大会当日 百余家来自全球航运 港口 物流 贸易 造船 金融 海市等行业的企业和行业机构 硬邀参会 围绕构建新时代全球和谐航运生态圈 科技创新驱动行业转型升级 航运业 减碳路径和技术选择等行业热点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